不過模擬器對於那個 模擬器的位置在這裡 在Windows裡面的那個Preferences 這裡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應該是在 Windows的這個 我先開一個新的 那是不是 重開一下 這個 把那個模擬器的部分 給設定好 設定好之後的話 就可以 來建立新的專案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 因為Android 它的開發對那個 CPU的 CPU跟RAM的 要求其實還蠻高的 所以如果你的CPU等級 不是很高的話 光等 剛剛要開模擬器 又開半天了 另外那個 模擬器會用到 RAM的資源 所以你的RAM很小的話 你切割給它的那個 模擬器 切給模擬器的RAM 也不能太大 比如說 我們這邊好像 RAM只有兩區 所以切的時候 奇怪 我在環繞 建議專案之前 看一下那個 這邊 我們可以在Windows裡面 會有一個叫 Android Virtual Device Manager 這個地方可以建立一個 那個模擬器 那模擬器 這邊有一個New 你可以New一個模擬器 那模擬器 比如說我這邊是4.22 你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叫4.22 那Device 你可以去找一下 那我的習慣是 我不要太大的 因為如果太大的尺寸 你跑起來 其實會相對的比較久一些 所以通常 我會選那個 大概3.7的這個 或者你可以稍微選大一點 你可以看你的 手機的尺寸 一般我選比較小一點 跑起來 比較不會花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選這個好了 OK 然後另外 Target的版本 這邊記得選擇 是4.22的版本 因為如果你不一樣的 那個模擬器 假如說你這邊版本 你是選那個 4.4 你可以高的版本 但是你不能低的版本 也就是說 你這邊 假如說你模擬器 選的是2.33 那你開發出來是4.22 4.22的版本 是沒有辦法在那個 舊的版本上執行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 然後我們這邊用那個 4.22的版本 再來的話 這個 這個地方你可以 其他這個是 這個不用選 沒關係 Rain的部分 特別注意 怕說如果你等一下 跑不起來 我看 乾脆改一下 因為我們剛開始的那個 環境不需要太大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如果等一下 你們那個模擬器 跑不起來的話 你可以 這個是memory 這個是memory 是這個 Internal 不對 應該是這個 Rain Rain的部分 不要選太大 不然的話 有可能會 Rain不起來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 那這個 Internal Storage 這個指的就是你的Rain Rain 要給多大 一般我們預設就OK了 其他的話 我們 再把這個 要不要 這個是Camera 我們的鏡頭要不要啟動 那其他這個地方 我們選一下 選 這個 VGA OK 那這個選那個 WS VGA OK OK 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 就會建立一個 我們新的模擬器 那模擬器 建立之後的話 就可以把它執行起來 OK 他這個時候會去創建一個 新的這個模擬器出來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呢 模擬器就被開起來了 那一般 如果 預設的那個 預設的大小 我覺得 可能太大了 你們可以再把它改小一點 我有時候習慣 再把它改更小 你可以在Edit 編輯一下 那這個Rain 如果你512開不起來的話 比如說出現什麼什麼 有一個什麼什麼 Memory 他有一個 有一個錯誤訊息的話 那你就把Memory 給改起來 因為之前上個同學 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把Rain 改小 就OK了 第二個就是 這個 這個 我想沒差 因為他只是一個儲存 200Memory 大概就夠了 另外 這可以改一下 4.2 那這邊的話 大小 甚至你可以把它改成HVGA 3.2 就好 因為反正可以跑就可以了 初期的話 你大的跟小的 說真的 你只要能夠先看到 如果說你跑完 你要再修改 模擬器的SDK 的話 還有就是說 Device 這邊都沒有問題 OK 所以這裡的話 把它改一下 按OK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模擬器的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新建 新建一個專案 那因為好剛剛 我那個環境好像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用的是 那個 我 我重新打包的那個環境 就我跟各位講的那個 因為ADT環境有偶爾啦 說真的 你真的不知道說到底錯在 你到底不知道說 出在哪裡 就像我要上課好了 我今天我光 我不可能說我今天來這邊做 troubleshooting 我不是說我今天一直 來搞環境的 所以如果這個環境 不過Kend要怎麼辦 你要有第二個備員啊 不然的話 我看到這電腦 我就有點傻眼了 我 有的時候說真的 我很想要把 就是客的品質提高 有時候 就是說 還要有一些硬體設備的搭配 所以這當然 不過我們主要還是要教會各位 怎麼樣去撰寫Enjoy 所以 步驟都一樣 不過因為這個版本 我有把它中文化了 所以你們如果需要這個版本 非常簡單 就是在雲端上面的 在我給各位的這邊 這邊有個 好像兩個 一個是43 一個是42 我是用42 我比較奇怪用4.2 不過4.2 4.3其實差異性不大 那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你只要改幾個地方就可以了 第一個就是你的那個SDK的路徑 就是不是這個 是旗號設定裡面 你把它download解壓縮之後 有沒有 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用那個ADD的bundle 它已經幫你設定好了 那設定的路徑 是在那個 它預設的根木屋底下 有一個資料夾 就是SDK 那 我這邊是 假設我解壓縮到 那個 解壓縮到 低疊底下 那我的SDK 是在這裡 所以請各位 第一個一定要先改一下 就是路徑 本來它是錯誤的 它是在那個 這個 這個低疊底下的 另外 比如說我這邊是原來 瀏覽一下 本來應該它會去偵測 這台電腦裡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低疊底下的 安裝的這個 目錄 有一個SDK 你們那個 這個目錄 裡面的什麼呢 SDK 這個目錄 有沒有 那不過這個目錄 你按確定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有錯誤 為什麼ADD的版本 跟我不一樣 所以你記得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在那個 一樣 我是把它解到 我的這個 低疊底下 這個 Eclipse 422 這裡 選這一個就對了 所以只是更改他的SDK 的目錄 可以特別注意 然後呢 這地方改了之後 你按一個套用 它就會去偵測 這個是我預先下載的 套用一下 就完成 第一個SDK的設定 第二個就是 直接在新建一個 Android 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來開發了 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 這個project 我們要建立的 當然這地方 我們第一個專案 一般我們都用Hello World 所以這邊的話 就直接打一個 我們用個什麼 Hello 多打一個H OK 然後 接下來 特別注意 你建立新專案的時候 第一個名稱 第二個的話 這邊有個Package name 請各位 這個地方Package name 一定要改 你不能用CAM.example 如果 CAM.example 你將來要傳到 Google Play上面 是不OK的 所以你就要給他一個 什麼 給他一個 你的公司的名稱 CAM.com 比如說 你這個公司名稱 叫ABC 假設 然後 ABC這家公司的一個 App名稱 叫Hello World OK 再來的話 SDK的版本 這個版本是什麼呢 它這邊旁邊有寫到 最低的SDK 也就是說 在哪一種手機 版本下面可以跑 一般的話 當然如果你選2.2的話 那2.2還可以 比如說你在搜尋Google Play的話 還找得到 可是你的手機 如果是2.1的話 那這個App就找不到了 所以這個是最低版本 一般的話 我們就預設好了 2.2 然後Target 一般我們用4.2 這邊的話 我們用Target 這個用4.2就可以了 其他的話 Singming部分 我用None就可以 這個是不僅主題 預設用None就可以了 按下一步 所以基本上 會改的部分 大概就是只有幾個 一個是名稱 那這個Page名稱一定要改 這邊改一下 OK 然後其他的版本 稍微注意一下 這邊給了一個None好了 先不要有不僅主題 OK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 這邊不用改 按下一步 它會幫我Create什麼呢 Create一個 一個我們Icon Icon的話就是小預言 預設的 除非你要自己去產生一個Icon 跟Create一個Activity 那這個Activity 實際上就是我們RUN起來 第一個等於是Java的程式 就叫做Activity 那預設它也會幫我們先產生 然後放在我們這個專案下一步 OK 那這邊的話 圖它會自動產生 來預設的小綠人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 這邊也下一步 因為它Create什麼呢 Create一個Activity 然後是一個空白的 長得就像這樣子 按下一步 好 那其他的話 這個名稱看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的話 基本上就是按完成 我們就完成了建立 這個第一個專案 第一個專案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就是 好好看 因為你們的原來的環境 如果是OK的話 那應該模擬器 應該可以RUN起來 不過前提就是SDK 可以RUN 先 可以RUN 可以RUN